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是一个典型的算法让你使用对不对 然后求出来一个最短路径 我们来看一下求这个最短路径的一个过程 这个图我们是这样看的 1616往下走好吧 现在我来带你走一遍 第一趟我们先来看 这个时候是不是由顶点1开始 顶点1开始我们先走 这五个顶点 看由顶点1可以到谁 是不是顶点1能够直接到达的只有2和5呀 那么是不是在2这里填上 5这里填上 其他地方都无法到达 这是不是都填好了 那么能到达的这里 是不是1能直接到达2 然后它的一个路径是5填上 5里是不是1能直接到达5 它的路径是4 这是我们也填的一个信息 OK完成这一趟之后 在这两个已完成的节点之中 选择路径最短的 5加入我们的集合之中 开始第二趟 第二趟做的工作是什么 是从我们新加入的这个节点5开始 进行判断 刚才我们这些先照抄过来 这时候注意 已经加入的就不用再抄一遍了 只把刚才得到结果的所有结果都抄过来 然后进行比较 和什么进行比较 和5出发 到达其余节点的一个路径程度 进行比较 0.2 5能不能到达2 能到达6呀 那么6加上一个1到5的距离 4加起来是10 这就是金银5到达2的一个长度 和它原有的进行比较 是不是还是原来的短呀 所以我们取的是一个原来的 要看对于3号顶点 是不是5和1都无法到达 那么是不是依旧是一个无穷 对于顶点4而言 原来是不是无法到达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金银5到达的话 是不是这样有一条路能过来 是一个7的一个长度 加上1到5的长度 是不是11呀 那么我们得到了到达4的一条路径 对不对 是1到5到4 对不对 那么它的一个总体长度是11 这里我们空下来 因为我们的节点5 已经纳入了最终的集合之中了 然后看节点6 节点6刚才是不是也是无法到达 而现在金银5 金银5是不是能到达6了 距离是一个5 加上这里的一个1到5的4 加起来长度是不是一个9 那么第二趟得到了一个结论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从这些结论中 再选取一个编最短的 是不是2了呀 加入我们的最终集合之中 然后进行开始第三趟 第三趟做的工作就是 所有的没有判断出来的顶点 谁是判断出来的 是不是5和2是判断出来的 这里我们知道 所有没有判断出来的顶点 看看由2出发 到达了一个长度是什么样的 然后和刚才我们在这里 得出来的一系列结论进行比较 谁短选谁 我们来看2这里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集合之中 不考虑 然后看0.3 对于0.3而言 由2到达3是一个2的距离 对不对 然后加上一个由1到达2的一个路径 1到达2是不是在这里 长度是不是一个5 那么5加上一个2是不是7 填在这里 原来我们是一个无穷 所以说这个7一定是最小的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比较 下一步是不是看 2能不能达4 能到达长度是9 那么9加这里的5是一个14 和上一步得出来的最短路径11相比 还是11段 所以保留11 下一步 5是我们已经得到最终结果之中的不考虑 然后看几点6 对于几点6而言 由2到达几点6 是不是没有路径 所以说原来的保留 然后第三套 要现在要进行PK了 谁是最短的 3是不是最短的 那么3是不是进入了我们最终的结果序列 第四套是不是再将我们没有做出来结论的4和6号顶点 分别考虑由3进行出发 能不能得到一个更短的结果 是不是都没有得到呀 那么这两个再进来一个 是不是他们两个的最短值6号 9小于11对吧 然后6号顶点进了我们的结果站中 6号顶点进了我们的结果队列之中 然后进行第5套排序 第5套在做什么 是不是从6出发到达4的一个结果 看是什么样的 然后和现在这样进行比较 是不是同样没有比过 然后最后顶点4进入了我们的队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集合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5 2 3 6 4 所以说我们最终的选项 是不是B选项 OK 3 4 7 8 8 8 9 111 2 3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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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9